2017 SBO超級籃球聯賽季後賽 第一輪首先登場的是 蒲園跟富邦的交鋒 由於根據賽制 第一輪總值順位較高的球隊 已經先手握一勝 因此如果讓對手贏球 只要背水一震的蒲園 從第一節就開始發炮 隊長臨近榜一身作則 單節刷下八門進帳 也讓蒲園首節結束 22比17取得了五分領先 第二節蒲園看來 賽前有敗地基主務 圖地攻有保佑 減號三分連八 Quincy Davis這個活動籃板 直接補冠 更是宣誓中華隊規劃洋將 非他莫屬 兩人第二節合拿了十八分進帳 蒲園單節掃進三十四分 比對手要多出有十四分 可以加法嗎 半場打完五十六比三十七 雙方差距十九分 蒲園領先 上半場就已經四人得分上 升位式的蒲園 下半場火力沒有減弱 整場比賽始終維持六成以上的 投籃命中率 副邦該怎麼辦 期待零來風 說不定有機會 好 進行輸圍 是這一戰唯一跟得上 蒲園命中率的富邦球員 全場六成五的命中率 攻下了最高的三十六分 還一組在第三節 帶隊來了一波十六比六的攻勢 讓雙方差距壓回到個位數 可惜追分的關鍵時刻 富邦這一戰得分第二高 拿下十四分的本土搖向蔡文成 泛滿離場 也讓富邦失去了追分動力 只是追根究敵 這場比賽的關鍵 就在於富邦無法限制對手得分 蒲園全隊整場比賽有三個人得分超過了二十分 包含戴維斯的二十五分 彭居然二十四分 減號板正出發也拿了二十一分進場 中場109比93 蒲園勝珠把失業賽頒成了一比平手 YG新聞共和報導